現在是大動作的搜索 就要釐清整體事件的案情 甚至有不少地方耳語 直指就是這個郭再清 他是幕後的操盤手 那麼郭再清只能夠退黨 表示自清 不過呢整體事件 目前還沒有釐清 那麼選前又發生 這個藍營的議員 指控呢是遭人威脅 要求必須要跑票 轉投民進黨 從黑金事件到威脅 這些離譜的事情 是鬧上了全國的新聞版面 也讓檢調是不得不加快 偵辦進度 台南議會政府議長選舉 雖然落幕 但正義稍不停 選前黑金傳聞滿天飛 投自己給一千萬 投臭力力給兩千萬 整個台南政壇 人人都有所耳聞 買票傳言被傳的會勝會影 因此三號檢調也大動作 展開行動 這回台南議會改選 爭議稍不停 一路從選前燒到選後 整個過程除了被傳出買票之外 和雪甲八十八下案件 光電利益糾紛有關的郭再清 也疑似被牽扯其中 更遭綠營立委陳廷菲質疑 被案指是幕後操盤手 黨內茶壺風暴 就此引爆 為了捍衛自己清白 退黨更辭聚民進黨中 職位職務 而這回除了黑金買票 更爆出恐嚇案件 藍營議員方一鋒指控遭人恐嚇 下的連夜班進議會議員研究室 而卷入其中的是綠營新科 議員林一廷的爸爸 也就是民進黨籍 余會理事長林士傑 算事發後退黨自清 但仍脫離不了關係 檢方這回鐵腕 從議長到議員 總共帶回十人偵訊 讓台南議會氣氛 一陣緊繃 一定要查個詳細 不會有外界所謂盛傳 哪些政黨就不會去辦案的狀況 一切靜待司法調查 議會本該是民主殿堂 但現在籠罩黑金低迷氣氛 現在只怕能盡快米平紛擾 別讓買票陋席在議會流傳 華爾新聞劉漢生 台南報導 假銀河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